诗诗记第八章 诗诗记第八章 给跟随我的人吃 因为他们疲乏了 我们追赶米殿人的两个王 西巴和撒木拿 书戈人的首领回答说 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 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 基殿说 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木拿 交在我手之后 我就用野地的经条和纸籍 打伤你们 基殿从那里上到皮努伊勒 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 皮努伊勒人 也与书戈人回答他的话一样 他向皮努伊勒人说 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我必拆毁这楼 那时西巴和撒木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戈 约有一万五千人 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 已经被杀约有十二万拿刀的 基殿就由罗巴和约比哈东边 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店人的军兵 因为他们坦然 无惧 西巴和撒木拿逃跑 基殿追赶他们 捉住米店的二王 西巴和撒木拿 惊散全军 约阿师的儿子基殿 有西列斯坡 从镇上回来 捉住书戈的一个少年人 问他 书戈的首领长老是谁 他就将首领长老七十七个人的名字写出来 基殿到了书戈 对那里的人说 你们从前讥窍我说 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 你使我们将柄给跟随你的皮伐人吗 现在西巴和撒木拿在这里 于是 捉住那城内的长老 用野地的经条和纸籍 责打书戈人 又拆了皮努伊勒的楼 杀了那城里的人 基殿问西巴和撒木拿说 你们在他博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 回答说 他们好像你 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 基殿说 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 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 于是对他的长子一贴说 你起来杀他们 但一贴因为是童子 害怕不敢拔刀 西巴和撒木拿说 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 因为人如何 力量也是如何 基殿就起来 杀了西巴和撒木拿 夺获他们骆驼向上戴的月牙圈 以色列人对基殿说 你既救我们脱离米殿人的手 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 基殿说 我不管理你们 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基殿又对他们说 我有一件事求你们 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 原来仇敌是以史玛丽人 都是戴金耳环的 他们说 我们情愿给你 就铺开一件外衣 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旗上 基殿所要出来的金耳环 重一千七百社科了金子 此外还有米殿王所戴的月环 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 并骆驼向上的金链子 基殿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 设立在本城俄弗拉 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 这就做了基殿和他全家的网罗 这样米殿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不敢再抬头 基殿还在的日子 国中太平四十年 约阿师的儿子耶路巴黎回去 住在自己家里 基殿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 因为他有许多的妻 他的妾住在世间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基殿与他起名叫雅比米勒 约阿师的儿子基殿年纪老迈而死 葬在雅比以谢族的俄弗拉 在他父亲约阿师的坟墓里 基殿死后 以色列人又去随从诸巴黎行邪淫 以巴黎比利土为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 他们的神 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维仇敌之手的 也不照着耶路巴黎就是基殿 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后代他的家